其實這系列的畫,我是想講多些大事物和物的關係 香港人經常掛著找錢,在我所在想提醒香港人 日身的兩件事,是一個出發的地方 人就好像在這個世界上主宰了所有的東西 其實那個想法有點奇怪,如果我們沒有其他民族 我們就不在了,所以我的作品 其實我會畫了一些棍樹 然後上面有一些蝴蝶,但你看到樹開始蝴蝶時 蝴蝶都開始,生命開始消失 之前多一些創作是由一個概念 當然創作基本上是一個概念出發 就有了一個大的想法,然後我就慢慢開始想 構圖、畫法,放回去說 但是近年呢,有時候我就會多了 放了去構思和技能,平衡了那件事 多一些想要用一些方法 例如用一些方法令到 不要只是,因為創畫裡面 如果只是說概念的時候 其實不如我們去做設計 或者做其他,可能更加容易去表達那件事 但創畫特別的地方就是 其實我們會有特別的所謂畫畫語 可以在裡面,透過這些語言來講我們想說的東西 所以這幾年其實就多了 在畫畫語語裡找一些為你 配合我的概念來表達出來 其實以前呢,其實早很多年前 我的創作其實是 沒有那麼集中在動物和港之間 自從我養了貓之後 就開始和一些動物的生活服飾 開始就想多了很多人和動物的關係 看多了很多這些新聞 留意了很多這些事情 開始就... 這個變成了一個幾關心的議題 於是,就變成了... 很多時候我就將這個議題 就擺在我自己的創作畫裡面 令到... 希望多些人關注這個戰和關係 其實... 很多時候我都是想... 我的畫能夠令到... 一些觀眾 或者看的人 可以想到... 想起... 其實一些大自然和動物的問題 這樣... 其實就不是說 那麼... 批判性的那樣子 只是想帶出一個問題 向人家去思考 想一下... 其實... 我們怎樣去看自然 我們怎樣去看其他生命的一些東西 這樣... 是 有些人 彼此 是